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各位觀眾朋友 請到這裡為止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你要賣多少 146 2003年的 VNI引導部320i R.2引擎的 在老屁股的時代 還是一個非常有情懷的車款 你如果是在2002年之前的 它的320i 是2.0的引擎 一樣是直6的 但少了快200cc 馬力也不太一樣 而且之前呢 舊款的 眼角是下垂的 這樣 垂下來的 新型的變這樣 ありがとう 2002年 小改款之後就 翹起來了 所以這一代呢 也可以 堪稱那個時代的 一代神車 大家都要找這種2.2的 台灣人就是這種 2400cc以下 不能超過 所以2300cc最好 最好 最好是2399 1200cc 你就要1199 1800就要1799 就是要有一點賺到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我們三年前 賣出去的車 車主要回來 準備要換車啦 還跟我們換X1 這個從加1 遠道而來的 所以這個我們基本上呢 簡單的繞過一圈 沒什麼問題 今天這一集 五分鐘就給它解決了 自己人啊 Family 又來 而且你知道它中間保養 常跑回來才會被保養 從加1來台北保養 不要懷疑 這客人做碗粿 每次來我們都一堆碗粿可以吃 看到它還好高興耶 我如果這隻小朋友 我看到它 我就叫碗粿叔叔耶 有沒有以前小朋友 不是都會這樣嗎 用物品會代表一個叔叔伯伯啊 如果每次來都給你零用錢 那叫什麼 乾爹 不要叫叔叔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當初呢它有改這個新款的鑰匙 跟我key派的時候脫內褲一樣的鑰匙 不太用 顧了 顧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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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109年買的 買23萬8 究竟 一台e46 開了三年 當初買23萬8 到現在 它會值多少錢 我們首先 先帶大家來 觀想一下這台車 我們先看到外表 有一拋 非常大拋的 鳥大便 這是鳥大便 這不是鳥大便嗎 太大拋了吧 這鳥大便啊 在看這鳥大便啊 噁心死了快落曬 鳥很喜歡在白色的車上面大便 我之前馬沙拉蒂也是 最近不是要下雨都會有那個 帶翅膀的螞蟻會跑出來 牠們都黏白色的車而已 白色的車有吸引昆蟲鳥類的一個體質 AC鋁圈這應該仿的 這個這開鋁圈也超流行的 我跟你講老屁股看到這一集 知道打加一 很久以前 大概1999幾年 136開始 跟885鋁圈一樣 885素絲狀鋁圈一樣 那時候最氾濫的兩開鋁圈 這個AC的鋁圈 掛BBS素絲狀 那時候有夠普遍 你路會看到 就算它是正的 你都覺得它是仿的 你看 氾濫到熱地步喔 那時候我跟你講 你上網去買冷卻 中間這個冷卻蓋 它會分開給你 它會一起給你 它會偷偷的 旁邊的小巷子 然後面膠四個 鋁圈蓋給你 為什麼偷偷給 仿的啊 怕被抓 快抓 快抓啦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嘛 運氣不好的時候 它閒閒的 沒業績就來找你了 公家機關哪個不是這樣 相安無事都無事 有人在訂 還是缺業績 它就開始出來操了 那不然就放過這樣 整一支煙 比一支煙 欸不錯 它都馬牌輪胎耶 喔什麼 這是什麼 PC6耶 喔21年的 看到了 21年的 這個車喔 我跟你講 146其實我們應該有四五台了 阿呆你不知道對不對 現在嗎 我們現在有同時有四五台146 318到325應該都有 你都沒看過對不對 對啊 這很大 四處流散各地 我跟你講 這車喔 我已經不收了 那今天是因為老客人 這當初我們賣的 我們知道車礦有一定的水準 再來這個客人中間的保養 我們都清楚 既然從我這邊出來的 秀井嘛 我們還是盡量會希望把它回收 然後再來 車主呢 它保養的也不錯 常常從嘉義開上來 車礦不好到得了嗎 這麼老的車耶 03年到現在20年了 車礦沒有一定的水準 它高速感這樣 降呸 所以這個 先跟大家 觀眾朋友講 我這車基本上 我們是沒有收了 那這台車換回來 我到時候如果有 有買的話 再研究這個車要怎麼賣 因為這個車 我跟你講整理貴貴的啦 隨便一台車礦再怎麼好 回來修修 花個十幾萬兩兩的 要賣人家一二十萬 誰要 所以不要再相信 老車無待修了 好不好 一觸即發 喔 22萬5000公里 喔 袋數那麼穩 你看 人氣這麼涼 你看 冷氣涼嗎 喔 馬上就冷了 冰耶 開車要戴口罩 要穿冰封衣 要穿衝鋒衣 喔 你看 車主還要改這個 電子後照鏡 好 先看一下外觀 跑到22萬5000公里 其實我已經忘記 我賣它的時候 跑到20萬 應該沒有超過20萬 我們賣它 應該了不起17、8萬吧 我再猜 搞不好更少 好 看一下外觀 這裡稍微擦傷 白色的車 應該蠻容易看出來 其實它顧得不錯 它都停倉庫 它自己有那個工廠 做蛙櫃的工廠 欸 蠻漂亮的 連這個都沒有 你看黑黑的地方 該黑就黑 該白就白 外表不用花錢 這裡有一個 它怎麼都上在這裡 有沒有 哪裡了 它怎麼都上在 後門的底下 前後反而沒有 欸 都沒有 蠻漂亮 漂亮 相信我當初給它 就是這麼漂亮 好 看一下板件 板件應該也沒有 板件有怎樣 我怎麼可能賣它 這幾年也沒有聽說 它說靠腰撞到了 也沒有 那時候的這個鼻孔 會凸一根 鼻毛出來 你看它鼻毛 這根鼻毛搬下去 就可以拉開了 喔 車庫車 那麼大一個引擎 你現在看我們拍那個新車引擎 都這樣一顆而已有沒有 就小小的吧 你看這引擎多大顆 比你的還大顆 比我的還大顆 比你的IS300 16還大顆 對 你那個小直六 塞到TOPPY 裡面去 TOPPY你知道嗎 TOPPY BRYANT TOPPY BRYANT 不是啦 擋火牆 叫做TOPPY 擋火牆上面的護蓋 叫做TOPPY BRYANT 我們在用Cienta漏水那個 上面那個網子 就叫TOPPY BRYANT 又講到Cienta漏水了 我天橋下說書的 我一件事情不拿下來 說它個七星四十九級 我才會合 我擦每一個天橋 不然我就在天橋下面說書了 你知道嗎 好 內裝很乾淨 引擎很乾淨 引擎四它都停在這個工廠 所以說自然的灰塵 BMW這個六缸的 就看這邊就好啦 沒有老油 你看 乾巴巴的 乾巴巴的吧 而且那一袋的這個東西 一定都油露露的 八台有九台 十台有十一台 這個整顆都有的 它沒有 這顆是 方向機油斧 這邊都會油露露的 然後第二個 最大的通病 這裡這個街頭 它媽的它一個水箱 水箱是Arumi的東西 它街頭做這種塑料的 黑色這個 我現在在壓著 這塑料的 就來硬化 脆化 啪呼氣 爆管 都從這邊爆 十台有十一台 明顯一看就知道 已經處理過 已經換過了 沒有爆過這個水管 沒有上過脫掉車 你不配說你擁有過BMW 你有聽過這句話 他們社團裡面 廣為流傳 我有吧 我三個月就做了 對啊 你有 呵呵呵呵 這一台的通病就是這裡啦 它有六缸引擎 就是吃雞油的毛病 但基本上到這個年紀 吃雞油一定會有 多跟少而已 能夠接受的範圍內 每次保養裡面 我自己是覺得啦 這沒有一定的標準 有人真的一直輪槓嘛 一直到 自然環保小煎兵 那種的嘛 就一直補機油就好了 啊我不是啊 我自己的標準是說 如果每五千公里 少掉一瓶 我是可以接受的啦 真的啦 那張錫仔 那服飾出來的時候 三千就一貫了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 這一代的BMW 我都覺得 五千以內 還算 可以接受的範圍 畢竟二十歲的老車了 當初這一代的BMW啊 數量也蠻多的 所以目前呢 市面上的零件 還頗多 我跟你說 有一個車評啊 很喜歡玩這個 你知道誰嗎 你知道 但是阿代不敢說 是誰 何哥嗎 不是啦 我覺得車評 拍片都拍這個 拍到很多片 跟你怎樣整理 什麼 啊 我知道了 有的沒的 好像有多的 所以代表什麼 這一代應該是還不錯的啦 對不對 要不然他怎麼會 那麼愛在那邊整理 還是因為有錢賺 我是不是 欸他這個引擎蓋有轉過耶 這螺絲有轉過 可是我壓他的膠是硬的啦 好啦 當他換過 其實我真的也忘了 太久了 你看這個也都考過七啊 來跟大家分享 看小市場姿勢 來啊 你要賣多少 就是給大家增進姿勢的 這邊是亮面的七 這邊是亮面的七 這邊沒有亮面的七 對吧 所以這裡考過了嘛 正常他這裡不能亮 這一排不能亮 螺絲這一排不能亮 好 啊另外一邊看有沒有亮 你看另外一邊就沒亮了 明顯吧 亮面的七沒亮 就是霧面的 這霧面的 所以這邊沒問題 那一片有可能換過嘛 你如果換的時候 素材是黑色 所以他這邊會噴七 那他不可能分兩次 裡面還幫你噴不亮 外面再噴亮 分兩次 那個口茶那邊拿一個 壺在那邊繞 你們都去拍過 對啊 那邊拉那個好不好 那個要倒掉 然後再倒新的漆 然後再為了噴這一條這樣 再倒掉再噴 家有亮光漆再噴一次這樣 這樣不會太沒用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次噴 所以這片應該有換過 這當初應該是 引擎蓋有換過 這個也有換過 一個小角啦 那為什麼我敢斷定呢 你看他這邊的漆面 都還是原來的 這邊就是霧的 這邊霧的 就跟這邊是同一個年代的 所以代表這邊都沒做 那有碰撞也不會太大了吧 大燈也有一點霧化了 這年紀到了 這不能尿人家 好 這邊稍微小小的碰撞 這外觀真的顧得不錯 這20年老車外觀都沒有傷 又白色的 還有電動椅你看 夭壽啊 7749巷電動椅 還有Memory三組 門板這個金字塔 就是在調整這個 後照鏡鏡片 跟電動可折的後照鏡 還會折你看 好 沒錯 你看這個椅子還不錯吧 開那麼久了都塑膠皮 這個塑膠耐用吧 完全邊邊都沒有掉機 就這邊稍微塌掉而已 這邊比較塌有沒有 上下車的地方比較塌 稍微扁掉了 可是你看這個漆都完全沒掉 顧得還不錯 唉唷這裡有掉漆 它都磨這裡 來後座的表現 觀賞一下 欸看這條勒 噴樁喔 這條不見了 還有這個車還有一個通病 天蓬很容易塌 那我剛剛看這條也沒塌 因為我們應該之前處理過了 它很容易從這邊塌下來 我手摸的這個地方 這很容易這樣塌下來 好環境OK的 噴一個裝備 這條不知道去哪 不過這很好殺啦 是不是都殺得到 那當初是核桃木飾板的 這個 這還蠻好殺的 後車廂看一下 給我們看一下 阿平二的 欸 這是 欸 找到了 欸 這蠻重的你拿來看 這不是爛塑膠呢 有重量的 對啊 這 這 怎麼 最近八六在跟B車你知道嗎 公車比較狠 我也覺得 你也覺得公車比較狠對不對 我覺得八六坦白說 算普通 我覺得公車比較狠 我覺得不能怪公車司機 你知道嗎 因為有的道路設計的時候很鳥 南港財源館它在四線道 公車靠邊 它要左轉 它接完課 下完課 它要直接連插 橫插三個車道 要能左轉 要左轉金帽 阿那 這樣咧 那站牌到底誰捨棄的 你就跟我說 我就問那站牌在哪邊 弱 很弱的人想出來的 哈哈哈哈 我知道那個大眾運輸工具優先沒有錯 可是 尖峰時刻這樣 橫的螃蟹走路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不能怪公車司機 它進去 不是它開心馬上切出來 而是道路設計 它就必須要趕快出來 要不然它轉不過去 尤其是在車多的時候 所以它只能狠一點 要不然沒有人會讓它 有時候開車是這樣嘛 你太俗辣的時候 你永遠切不過去 大家都在比狠的嘛 大概是這樣 這個真的要 道路要規劃一下 它這裡有一個可以拿起來有沒有 有一個吊扣有沒有 嗯 掀起來 以外呢 你可以把吊扣弄起來 它這裡有條橡皮筋有沒有 橡皮筋就在扣這裡 哇 這樣你就可以好好的拿你的千斤頂 拿你的這個備胎 它備胎怎麼沒有鎖好 還有備胎嗎 還有 有沒有鎖下去 你看反光牌給它一個多好的位置 不會在那邊噴來噴去 然後後面左右都有兩個燈 可以讓你看後車廂 還不錯 後車廂蓋看一下 來看一下工具有沒有少 我最喜歡檢查這個 這是一個莫名的那種疑似感你知道嗎 其實你買這個車 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打開這個東西 去拿工具用 但是你就希望打開它滿滿的 你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就很爽 對 有沒有 我還在嗎 工具齊全喔 我跟你說 12號到13號 對不對 這邊12號 剛剛好 防盜螺絲應該是放在這 不見了 這格應該是防盜螺絲 很多因為年份久 防盜螺絲廢掉了 不然到最後要改個鏈鏈 在那邊找不到那顆防盜螺絲 麻煩死 喔有個鏡頭在這 OK沒問題 你看喔 這個 很多歐洲車的這個段落設計的很明顯 就一段一段一段 卡得很緊啦 你就算停在斜坡 它也不會自己關回去 它真的要用點力 沒問題 好 接下來看內裝 內裝的通病更多 除了剛剛那個天篷以外 你從這邊我從那邊 沒有狀啊 外表也沒有什麼 就兩處小傷痕而已 哇 我跟你講裡面的問題就多了 第一個 這個 齁 老師這個10台有20台都這樣 有沒有 環保器就噁心欸好不好 嗯 而且你看我現在實假一摳 黑的 這個有一個方法 拆下來全部都把它摳掉就好了 因為它裡面也黑的嘛你看 有沒有 把外層全部都摳掉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檢查那一集啦 漏水處理那一集啦 七七四十九次還不夠 我不是拿一個竹筷子 沾水在那邊摳 好用就是在這裡 你為了不傷到它 內部的塑膠 你也不能用太尖銳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要水噴一噴 把竹筷子切斜 然後這樣摳摳摳摳摳 把外面的這些軟的 這個環保器全部都摳掉 就好了 然後後期它M Sport 有M版方向盤 跟把斯文的飾板 那這個就不是 這是一般版本 所以它都是 葡萄木 斯文 再來一個你看 你看 它這個中船超容易壞 而且它環保器連這個都是喔 你看有沒有 培養座這個都是 這就是要把它全部摳掉就好了 你看它全部摳掉就這樣了 其實就可以了嘛 這邊是吊過的 對這邊吊過 這邊黏黏啊 這邊是漆啊 哎呦 剛剛生鼻子的 那你小時候有沒有把鼻子 黏在木桌下面 木桌沒有 你什麼都把桌沒有 它有一個好處啦 你看它這個中控的音響這邊 完全都沒有脫落 那個字體超明顯 以前這個風扇很容易 字樣就不見了 室內循環室外循環的 那個字樣全部都不見了 這一台就很漂亮 我在想應該也是我們處理過啦 我猜啦 然後它這個中船 我跟你講你去沙道的中船也都壞的 它這裡還有一個放零錢 有沒有看到 不過這是國外的錢 台灣的錢應該放不下 我印印象很深刻喔 以前的歐寶好像也有那種放零錢 這裡面只是一個電子的碎掉 這電子輪載掉碎掉了 你看 哎呦哎呦你看 本來是一個QQ的 軟電 它現在被印的 延續到後面 你看這個蓋子也斷掉了 這本來因為剛剛有個蓋子 也斷掉了 直接露一個這個 那這個什麼 品煙氣吧我記得 有沒有 兩顆喔 嗯 給你講耶 至高無上 只想一摳就一條線有沒有 哎 前講喔 不是我這樣弄人家的車子 這個客人真的太熟了 我們沒有在計較這個一條線的啦 而且再者啦 這個我是一定跟他買的 因為這客人今天從嘉義來 他就打算車換一換 哎嘉義客人都不錯耶 上次那個馬沙地的嘉義 嘉義加分 嘉義粉絲加分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以後其他地區 有那個標題老闆被騙了 扣分 你看到這裡 這裡很容易壞 媽媽它這裡的設計也是 媽媽的頗為 頗為神奇的一個設計 它這一個蓋子裡面是靠鐵片 插住的 你看這裡有一個 這個東西是可以分下來 打開的 久而久之全部都垂下來 很難固定 這個很難固定 這個我不敢動它 天窗開關 那時候的車也沒有做那種 見亮見暗的模式 很亮 化妝燈 這都是滷素的 這東西都滷素的 提湯應該也好 很OK啦 非常OK 但它走運動會 有沒有 大泥 這個時候就是它偵測到 阻力太大嘛 它以為假到東西了 作為一個專業的汽車業務員 如果今天假設我帶客人在看車 然後客人試一下天窗 結果這樣 客人說這怎麼會這樣 這個我們會再修好 涼功 慌張 氣定神險 我跟你說 這位客人 這個狀況這樣 絕對不是天窗壞去 你不要想太多 這是安全機制 這個以免一個西瓜 一個香蕉 你想想看 有一天你的小孩 頭在這邊夾起來 那多危險 這代表什麼 它靈敏 懂嗎 只要稍微有一點點阻力 偵測到就退後 保護你小孩子的人身安全 所以到時候 我把它膠條做一下潤滑 基本上 這個問題在你交測的時候 就會解決 這樣不是一任而解 對不對 就算 就算今天我們事都很好 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你買回去之後 如果有一天 我們再見面 好聚好善 只是一種遮掩 哈哈哈哈哈哈 那萬一 你今天在山上 小獅沒有辦法及時趕到 發生這個情形 請問單兵該如何處置 好了 小跑步就好了 一段一段 跑一段休息一段 跑一段休息一段就好 不要用one time 看小獅有沒有長姿勢了 對不對 客人都 哇 我來小獅這邊看車 我還多學到了一個天窗的技能 有沒有 超甘心的 這方向盤 比起現在的 這個還是在M版方向盤好一點 那那時候呢 新款的改成三幅式 我記得舊款是四幅式的方向盤 所以新款的比較好看 他們叫做盾牌吧 類似盾牌 我也不知道 M版的這邊 這個是四條 你現在看到的木頭四條 都會變成銀色或法斯紋的 那個就是有M版 那這台是沒有M版 橘色的燈最對位 晚上全部燈關掉 這邊也亮 橘燈 這邊橘燈 這邊橘燈 方向盤 橘燈 上面也橘燈 整個開起來 帥 整體感 復古的氛圍 欸車況不錯啦 帶住那麼久 客人也從嘉義開上來 冷氣也那麼冷 先熄火先 來我們下來整理一下 那時候也是首創 鯊魚騎天線 在這之前都還沒有鯊魚騎天線 因為它另外一台X1看的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跟客人溝通一下 整理一下三年前買23萬 現在已經過三年了 我們剛剛查了 它是109年的7月買 那現在6月嘛 所以真的差一個月就滿三年了 接下來我們就去溝通一下 啊還有一個通病 來來來 我順便都跟大家看小市長知識 來這邊 我跟你講這個膠條啊 超會裂開的 這一條就這一整條 你看這已經有點裂了 有的人會呼氣喔 整個碎掉喔 真的會心碎了無痕 這個膠條也很漂亮喔 所以買B&W的車 我剛剛講的那些地方 你都要注意 還有這個膠條 窗框的膠條也都要注意 這個膠條真的很容易掛點 好啦 差不多都這樣了 好不好 我們先去跟客人討論一下 看它的X1 如果OK的話 價錢小好 今天很快 他給我們整公司吃 說欸 碎粿每次都整身的耶 你有沒有吃過碎粿 有啊 我有吃到過 而且還不只一次吧 他拿好多次 他每次都爆一箱來 好不好 所以這個真的好客人 沒有在跟我們計較這個 小錢的 好 那我們進去再跟他喬一下 到時候 然後我再猜 買到再說啦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欸 嗯 每一次我拍你要賣多少 我的衣服都很那個 我上次是那個 Spicy Girl 有沒有 這次換這有 你有知道的嗎 一木花道 真人版 真人版 你不認識他 羅德瓣 Denis Rodman 小蟲欸 我跟你說 不是唱歌的小蟲 帥 藍磅王 聽說一木花道 就是以他為原型 下去畫的 聽說了 不知道是不是後藍的 好啦 來來來 已估了 快吧 蛤 哈囉 觀眾朋友 我開放5秒鐘 給你們按訂閱 猜猜看這台車成交的價格 是多少錢 5 4 好啦 最後我們成交的價格 7萬元整 不是 這個數字 我跟你講 基本上就是一個 慶祝行情 股票慶祝行情嘛 這個 我們就是一個 七七八八 大家七七八八 就是我給你估5萬 你報廢又不值 對不對 舊換新 報廢再加這個廢鐵價 加一加也5萬多塊 我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大家以為 舊換新5萬 你就以為真的只有5萬 5萬是政府給你5萬 你還有這個車體的錢 你車體如果送去報廢場 依照你的重量 你的車種的稀有度 你的零件 價錢會不一樣 三千到一萬多不等 那個是再加上去的 5萬是你只要把牌繳回去 你就有5萬 政府就有5萬 你牌繳回去 車體還是你的啊 所以車體是自己處理 對啊 你要叫報廢場收走啊 車體8千 你就是5萬8 所以我說報廢就5、6萬了 報廢不是只有5萬而已 好 所以呢 最後成交價格7萬 大家看官們 覺得划算嗎 這台車它開了三年 買23萬 現在剩7萬 好不好 這個給你們自己決定 但是在你們覺得划不划算之前 我還是要跟你們分享 這裡有一疊 我剛一直拿在手上 一疊車主的工單 這個是機油更換 都換機油而已 它這邊最舊的一張 是110年3月啊 這時候登記16萬公里啊 那也不只 我109年7月賣它 110年3月16萬 我賣它才15萬吧 全部都機油更換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工單 18萬7回來做壓縮機整理 這個是2022年 去年1月的時候啊 換了來令片 煞車感應線 頭額 火星塞 氣門式電片換過了 難怪沒漏油了 然後這個壓縮機整理 冷凍油 壓縮機整理好便宜喔 我們這裡保養都這樣收 不然都沒賺錢 壓縮機整理 整理就是翻新的壓縮機啊 這是不是收不對啊 4000耶 它寫壓縮機整理 整理什麼 方向機14接頭3000塊 變速箱油換 水棒補也換了 水棒補在110年的時候換了 水棒補5000多塊 換一個這個大條 比較大條的 剛剛壓縮機整理那一張 怎麼會花2萬8 它這樣數字對嗎 我知道為什麼它花2萬多了 它換烤耳對不對 烤耳1隻1800 6隻就10800了 哈哈哈哈 又有一次了 它換水管了 熱水管全部換掉 廢氣管全部換掉 噢很貴耶 它換了噴油嘴 它在別人那邊換 這不是在我們那邊換 它在他們嘉義 應該在朋友那邊換的 噴油嘴1隻3500 有6隻 這樣就2100了 怕死人 水箱換過了 我就說會爆水管吧 好它換過後避震器 2隻 1隻3600 水箱1咖7500 風扇離合器3000多 2張加起來3萬 換過水管 方向機高低壓管也換過了 所以方向機沒漏油了 換過了 這張1萬塊沒了 所以我這樣算起來啊 這些單子如果是它 買這台車之後 它開了 它3點開7萬公里 所以其實它開滿多的 除了買23萬以外 我們剛剛這些加起來 應該花在15萬以內 不超過 好不好 划不划算你們自己算了 這一次的你要賣多少 我們老客戶呢 也成交了 已估 最後的金額是7萬元 那這台車呢 最後 該怎麼處理呢 我再跟柯P討論一下 也許我們就不整理了 因為我後面還有四五台 這到時候 注意我們的官網 但我很有信心 這台車一定會有人來買 為什麼 我覺得車況不錯啊 這有在顧車呢 那麼供單都有呢 都這一兩年換了呢 老車是這樣嘛 它花過的東西 你就不用那麼快再花嘛 除非你再開個一兩年 有可能你還有再遇到 一輪一樣的東西 但是暫時是不用的啊 老車就是在比 前車主照顧它到什麼程度 你買到以後 你就少花那些東西 但是少花不是代表不會花 是延後花錢 老車就是這樣處理的 好不好 好啦 下次見 小蟲耶 我跟你說 不是唱歌的小蟲耶 唱歌的小蟲是什麼 唱歌的小蟲 以前去酒店都會點 小小的心臟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你去查 以前是酒店神曲耶 那秀武的時候 都要放小小的心臟耶 小蟲你不知道 它叫什麼名字 專業音樂製作人小蟲耶 它就叫小蟲嗎 它就叫小蟲啊 它本名叫什麼 本名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不用客氣 不必烈 agreed 好 predicted 決定 自己的 劈 劈 不必 劈